三言之間語言 社會制度 台中市敬益大學 辦理原民洲系列活動 首先登場的是 十六組傳統服飾走秀 呈現各組傳統服飾 讓一般學生從服飾 認識原民文化 就是讓更多人知道 我們十六組 對 然後知道 我們十六組的 主服的樣子 然後讓大家介紹說 我們原住民族 有哪些的服裝 然後因為可能現在社會大眾 可能以為一套就是代表原住民 可是我們原住民有十六組 有不同的樣式模式 我覺得這種方式蠻吸引的 就是一次看到那麼壯觀的人 不同組 然後可以了解到他們 因為我的科系 可能比較不太會去介紹到 這些多元文化 學校就是給我們展示的話 我可能會比較多了解 靜宜大學人社院院長表示 為了推廣多元文化教育 帶領學生認識原文化 5月3號到5號三天 靜宜結合宏光 以及聯合大學原專班學生 在校內舉辦 原民洲系列活動 我們靜宏大學這個禮拜三天 我們定為原民洲 我們最主要是要在靜宜大學 營造一個多元族群的文化 讓各個族群可以在靜宜大學 可以共同學習 彼此尊重 那這也是我們現在社會所需要的 三天活動除了有傳統樂舞展演 竹府走秀 以及現場原民知識問答外 也安排首創文物展 原民特色試劑 以及各種傳統工藝DIY等體驗 此外5號也安排原民議題講座 讓更多學生一同來關心 當代原民相關議題 原視新聞Note 台中視察網報導